Hello 大家好 朱春路 今集我們講講澳門的房屋 政府今日公布2021年經濟房屋申請辦法 澳門的經濟房屋即類似香港的居屋 都是資助房屋 今次可供申請購買的京屋單位 將會建在澳門新城A區 即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隔離 合共有5254個單位 一二三房單位都有 實用面積介乎394平方呎至658呎 售價每平方呎實用面積大約5000元左右 即建築面積4000元 大約是私人樓價的四至五成左右 在新收入的資產限制裏 一人至七人或以上家庭的每月收入下限 由12750元至37300元 一人家庭每月收入上限是38350元 二人至七人或以上每月收入上限都是76690元 另外申請人的資產淨值限制 一人家庭上限是125萬左右 二人或以上是250萬左右 條件都頗寬鬆的 香港人聽到會不會覺得好葡萄呢? 難怪這麼多內地人都想假結婚來澳門拿回身份證 不過要申請是有不少條件的 大家可以自己上網看看 自己合不合資格 我就不詳細說 以及今次按新京屋法首次申請京屋 遊戲規則改了很多 採用計分排序代替過去電腦抽籤 即行運大抽獎 申請家團可以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 重點是買家將來賣樓 只可以計通脹後賣給政府 就不可以流出私人市場 之前那些金壽期十六年之後可以當私人樓賣 補了地價後大約可以拿回一半樓價 層樓幾十萬買回來 住了十六年再買出去五六百萬 分一半都成三百萬 同時贊助都頗好處 所以之前很多人申請 不少人都住政府樓、駕名車、Benz、保馬、保時捷都有 因為疫情,澳門經濟不好 現在澳門的樓價跌了 新樓都是八千多元一呎 舊樓六千多元都有 新玩法買兩房新單位都要250萬 比之前貴了很多 而且只可以賺錢 不知道會不會都是這麼多人申請 本地和外地的朋友有什麼看法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 這集就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Online和Share我們Channel 下次見 拜拜